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可以得到天下了 讲到的圣人也效法天地的仁慈 所以他养贤 照顾好 培养好贤德之人 因为圣人圣王他不可能能够顾及到万方的百姓 他得要用贤德之人选贤举能去代表他爱护人民 所以古代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好的官员 去当好他父母官的职责 代表国家 代表君王去爱人民 这个时候一个国家培养好的官员 这是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圣人栽培 培养 贤能的人 这样使他们为人民磨福利 将整个福泽推及万民的身上 在商汤那个时候 就是有伊尹辅佐才推翻下架 商汤是接二连三用非常重的礼 去请伊尹出来辅佐他 都拿了非常贵重的东西去 伊尹毫不动心 后来三次之后才把他请出来 各位朋友 是什么把他请出来 当然第一个 是商汤的尊重贤人的人的这种态度 我们说尊贤的态度 把他请出来 但是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根本原因在哪 在天下人民 现在在水火之中 只要哪一个人 哪一个贤君 有真正要解决 人民痛苦的这一种仁慈之心 他一定出来 赴汤老火 在水不止 尊敬贤人的人 自然而然就有更多的贤者来投靠 因为真正贤人的人 不是用钱可以请得到的 用什么可以请得到 孔明是不是用钱请出来的 三顾毛鲁是什么原因 真诚心 是什么 恭敬心 我们恭敬对待贤德的人 他就很愿意出来 除了真诚心 恭敬心 还有一个 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心 才能请得出这些人 刚刚讲到 唐太宗这么样的珍惜为真 一定会让更多读书人 愿意来效忠他 这个是尊贤 这个是尊贤 和她偶像 并引起来 下国 我们 因为 您 公里 有 两 就 小虎又不信地 渴望稷子能渴望 在温暖的浅荷 在温暖的温暖 在温暖的航空 在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在温暖的温暖 在温暖的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在温暖的温暖的温暖之间 我们今天没有治理国家 但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有很多亲戚长者 他们比我们有智慧 他们也爱护我们 我们肯尊重他们 听他们的劝告 人生少走很多弯路 假如我们没有恭敬尊重的心 那身边有贵人也帮不了我们 所以这个尊贤是每一个人都要的 包含我们今天打开论语 打开经典 就像面对孔夫子一样 这也是尊贤 这样的心境得最大的利益 天国君民交学为谢 太平上市 将雪为写 河河河河